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上市厨房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鲜虾芋头饼 您可以把它作为正餐主食 也可以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用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热一下就好 我想做20个 这么大的芋头最多用一半 去皮以后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长弯下 芋头最适宜的保存温度是10到15度之间 所以放冰箱里冷藏坏得更快 剩下的部分我会把它去皮抽蒸空密封好 冷冻起来 这样可以保存很久 下次再吃的时候 微微滑动一下就可以加工 上锅蒸之前最好是错开码放 尽量使它受热均匀 如果是紧密的粘在一起 就容易出现硬芯 凉水下锅即可 水开以后计时 蒸20分钟 去皮的鲜虾250克 切成像花生米一样大小的粒 芋头蒸好以后自然放凉 最好盖着盖 这样就不会变色 也能够保持水分 放到一个不怕划伤表面的容器中 然后把芋头压碎 如果您觉得压碎非常难 那就说明没有蒸熟 不过没有蒸熟也没关系 只要玩命压碎就可以 加入鲜虾粒 打入两颗鸡蛋 撒入葱花 倒入一汤匙芝麻油 如果是厨房小白 建议加一汤匙淀粉 一茶匙盐 一茶匙松鲜鲜 如果没有 也可以加入鸡精 或者是您喜欢的其他调味料 如果家里正好有韭菜 你也可以切三四根放在里边 拌匀以后就可以开始做饼坯了 先做二十个比冰芒球略大的圆球 如果最后发现大小不均 调整起来也非常容易 锅烧热以后 转中到小火 加入适量的油 放入饼坯 用手压扁 最薄不能低于一厘米 厚一点容易操作 盖好盖 五分钟以后才能翻面 饼坯的粘合力不强 过早或粗暴的操作 很容易把饼弄碎 这就是我建议厨房小白 加一勺淀粉的原因 翻面以后再补充适量的油 盖上盖 再煎五分钟就可以了 下次去朋友家开party 没有主意的时候 您不妨试试这个 大家一定会喜欢 就这么直接吃就很好了 您还可以配上酱油 醋或者是辣椒油 风味就更足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师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